哈喽,欢迎回到这个频道,我是卡尔 这集为大家带来英格兰足球超减赛 英超第11轮,卢顿主场对阵利物浦 台湾时间11月6日,凌晨12点半开梯 卢顿在上一轮是做客毫无意外败给阿斯顿维拉 而利物浦在上轮英超以及周中英联杯都是取胜的 并且有看到原本受伤的加克波 以及红牌竞赛的琼斯回来后 也都有回到轮替上,缓解替补席上的选择困难 而努涅斯也算是克洛普目前追分用的武器 他虽然进不了很多球 但助攻以及整体帮助利物浦在拉开空间起到不小的作用 他分球找萨拉赫的能力有所提升 不过这也是另一个隐忧 因为目前看来他的助攻只会找萨拉赫 如果能够提升到找到其他队友的分球能力 那可能会让他再度进化 不要只仅限于右边路 而这场英超赛事结束后 努浦普要准备欧联小组赛 所以这场做克洛顿大概率会有阵容上的轮替 只要领先至少两球 可能就会让主力休息 至少克洛普对这方面是很保守的 他不会想要硬拼 除非对上死敌队伍 而以目前卢顿的状况来看 进球应该也不会太困难 主要是努浦普的反击逼抢 其实还是给足他们偷击的空间 尤其目前左边路的罗伯森商亭 加上迪亚斯还在处理家人在哥国被绑架的问题 不确定能否回归 左边路要靠琼斯跟霍塔 还有西米卡斯 要打出像罗伯森迪亚斯那种程度 老实说没这么容易 但对决卢顿来说还算够用 只是防线比较容易露出空隙 不过利物浦本季比较算是运气欠佳 感觉上状态比上击更好 但经历红牌与商亭危机外 现在连迪亚斯家人都出这事 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而卢顿目前虽然施球数是下面四支队伍最少的 但也不代表他们的防守就很强悍 事实上他们已经和很多下游队伍交手过 现在搅出这战机也只是还没接受到考验 毕竟隔壁的谢菲尔德莲 已经领教过五球以及八球的震撼教育了 而利物浦目前虽然伤兵以及场外事物干扰 可能导致左路推进没有这么强劲 但卢顿进攻端也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这场利物浦做克取胜问题不大 这边推荐克胜大小分为2.5大 比分为1比3也推荐双方进球 那这节影片就到这边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拜拜